新竹县缺司机公车减班产的学生上学没车可搭 县议员邱敬雅要求县佛罢官佛岛公车换使业者 降低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也要深入社区宣导长照 交民众申请社会资源协助 来减轻失智失能家庭的负担 台积电先进制成 良率超过九成 造就高科技领域重要地位 县议员邱敬雅以科技厂严管品质 比拟县市治理 要县府制定KPI关键绩效指标 来提升长照与大众运输品质 包括他一开始得标之后 他很快在三天内 他其实就弃标好几个标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的公车要上路 他都没有提前公告他的时刻表 因为他有减班 然后而且他没有站牌 我们小朋友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等车 然后第三个 事实上他对他任何的紧急突发状况 都没有任何应变的能力 那这对我们的家长和学生来讲 都非常的困扰 所以我想我是特别把这个例子当作 一个希望县长能够多帮忙的 让我们的相关单位 对于我们发包出去的厂商 能够有很基本的要求 因为缺公车司机班次缩减 影响学生上学 引来民怨 要求县府把关并辅导公路客运 承揽业者 邱静雅也指出 全县身心障碍者有两万多人 需要被照顾的包含失智失能 就有一万八千多人 但少有民众懂得申请政府资源协助 甚至不知道长照是什么 要社会处深入社区加强宣导 给予特殊家庭实质帮助 也要整合社会资源系统 推动长照再宅3.0 我们把这个社会处跟卫生局的 各一个科有关长照部分的 把它夸主式成立一个长照中心 这是一个临时编组 在很多机关里面 是把它两个加起来 一起来服务大家 在效率上是可以加快很多 修定亚议员所提到的问题是 很多地区乡下 他不知道要来找县政府 或者是他不知道 这个要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或者这个怎么申请等等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加强 经协调目前已解决 班次不足和路线衔接问题 县府也设立跨局处长照中心 要让照护安养服务更到位 迈向高龄健康生活 高龄健康生活